说实话 其实我也不想用这个杨金帮 可是这次这个血案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如果不是杨金帮出庭作证的话 我想不管是民众还是新闻界 都很难有信任度啊 我只是提醒你 如果出了意外 你会吃不了兜着做 我相信杨金帮这次 会和我们配合得很好 因为之前特别重要 原则性的问题他都能放弃 所以 什么 你说得放弃什么 是这样 之前我们虽然找到了凶手 可凶手的杀人动机一直不扎实 他曾向我要求说 想到领事馆查阅 爱德华先生的档案 什么 怎么可能呢 那不行 绝对不行 不行 是的 是的 我也跟他说了 这件事肯定不行 爱德华先生是贵族 他的档案不是什么人 想看就能看的 好在我跟他说完以后 他也没坚持 他跟我说 只要杀人证据确凿 至于杀人动机的话 如果法官法庭上不一直追究 也就含糊过去了 我会和李伯伦法官打招呼 让他不要过多纠缠于作案动机 让他速审速决 如果是这样 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好啊 那你可以走了 一场风波就此话于无形 咬断舌头 刮瞎眼睛 只留着耳朵 是你想听到上帝对你的审判 还是法庭对你的宣判 或者是你姐姐的 为了还你清白 你姐姐承认了谋杀 并出示了证据 我估计 一周之内她就会受到公开审判 尽管五岁就被带去英国 但是十八年的漫长岁月 没有割断你们姐弟的亲情 不知楚光较暗 这件事情 是否还在你记忆中 如果对这些中国人表示仁慈 那就如同背弃了大英帝国的荣耀 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女人 不准留一个活口 统统杀过 是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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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哥 找我 别想 晓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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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晓鑫 晓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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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了 我们走 好了 好了 我们走 我们走 好 好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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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 这谋杀案一定与此有关 我猜 你们姐弟三个 就是楚庄教案 楚家庄大屠杀的 幸存者吧 我知道 你是知道真相的 你放弃了表达的权利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帮你解决 但不要 沐氏 案子已经查清 没有证据证明您杀了人 从现在起 您自由了 我先出去了 小心台阶 有件事我想不明白 牧师为什么要选择自残的方式 而不是自杀 自杀 对 因为他是神父 在基督教义里 自杀也是犯了杀人罪 代表对主失去了信仰 他如果这样做的话 上不了天堂 他能走到这一步 说明他内心承受了 难以想象的痛苦和挣扎 你更想不到的是 他选择了一个 更需要勇气的极端方式 阿芬 你怎么来了 你们也是来看牧师的吗 对 对了 刚才寻补房的人 已经来宣布牧师无罪了 真的吗 太好了 这些天 我也天天在为他祈祷 阿芬 我想问一下 爱德华家族 那么重要的遗嘱 怎么会交到你身上 遗嘱 我没有听说过 有什么遗嘱啊 我就知道 本来就没有什么遗嘱 没事 随便问问 那我就先走了 杨先生 陆小姐 你们说的 是那封信吧 你说的什么信啊 就是出事那天晚上 爱德华先生 有封信让我交给 有封信让我交给 一直留下来 为什么 我因此 你跟我说过让我别再提醒你的事 刚才我一失口就 不是失口 是上帝让你说实话 牧师 我请你把那封信交给你 不管你是否真的把那封信交给伤了 但法律上 藏匿和毁灭证据 是要受惩罚的 我们走 我们走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原康 是谁杀了我弟弟 是谁杀了我弟弟 不是谁杀了你弟弟 是楚原康见绑架交换不成 就下手撕票 谁知道在搏斗中 反而被正当防卫的弗兰克尸首捅死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都是我的策畅 我不该绑架弗兰克 楚小姐请节哀 我这次给你带来的也不都是坏消息 你另外一个弟弟出院里 你已经被我们不遂释放了 可是你不要肯死 我也愿肯死了 原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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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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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证物上的指纹我已经鉴定完了 晚上的指纹检查了吗 晚上的指纹是楚原康的 刀柄上却有两个人的指纹 有意思的是最明显的不是绑匪楚原康的 而是肉票弗兰克的 还有那个踢须刀上唯一一枚指纹也是弗兰克的 另外补兰克的伤不是在左臂 而是在右臂 那个我忙了半天好像没什么意义 不是 意义重的 那我说完之后你跟没听见一样 你这个鉴定结果 我之前就判得好了 别忘了还有那根绳子 老大 这可是个人命案啊 那怎么被他们判得跟个偷鸡贼似的 那么儿戏呢 你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你们自己看看 大报小报全登了呢 本月五日 他们将开营审判三天 就剩三天了呀 这不是草叶人命吗 我算是看出来了 这些洋人 平时说什么法律呀 人权呀 全对咱们中国人喊的吗 这些洋人一触动他们的利益 这些话全扯淡 这应该是英国领事馆 对惠审公县施加了压力 英国领事馆为什么要这么做 掩盖这案子的起因 他们恐怕是怕夜长梦多 是本案的真相浮出水面吧 那我们还偏要弄出他 到底有什么内幕背景 纯属畅阳系 就剩三天时间了 只有上帝知道 他们湖里头到底骂的什么药 上帝 他说他把那封信交给 交给谁了 他说交给上帝了 你们三个 去弗朗西斯卧室 仔细地搜一搜 别忘了 他刚说的那一句 全部交给了上帝 明白 老大 我们又再到那儿去 你在这儿看见他吗 从今天起 我闭关 没事别找我 闭关 不是 什么意思 法官大人 我想您明白 惠审公谢是 英 法 美 诸盟国 共同设立的司法机构 它的存在不仅仅是 我们西方文明 给这个古老而落后的国度 做出的一个表率 还在于保护我们的殖民 那么英国政府希望 由您这位 德高望重的 英国法学博士领导的 司法机构 能奔着对法律公正 和尊重人权的原则 审理每一个案子 绝对不能给租界的华人 和租界外的中国政府 和民众 留下任何公结的口实 我以为 从一般意义上讲 法律是至高无上的 那么这一点 您不会不同意吧 您说呢 当然 事实上 惠审公谢正是在 努力践行刚才领事大人 所说的这个理念 不过 我注意到了 领事大人刚才 用了一个 一般意义的表述 我想请教一下 是否意味着 法律除了 一般意义的解释之外 还有一项 超越法律之上的 特殊意义 那么法官大人所理解的 特殊意义又是什么呢 这正是我想求教的问题 我觉得 约翰逊先生恐怕能够 回答你的这个问题 你说呢 我 我能吗 当然 那 好吧 谁都知道 法律是禁止暴力的 所以 从一般意义上的 法律精神而言 战争 也无疑是一种 暴力上的犯罪 可是 我们不能够否认一个事实 1860年6月 由我大英帝国军官 西摩尔为统帅 美国军官 麦卡加拉为副统帅的 八国联军 用我们的尖船力炮 轰开了这个 古老国度的大门 从大谷炮台开始 攻占了天津廊坊 两个月后 就全面占领了 皇城北京 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里 联军杀了无数 试图抵抗的中国军人和百姓 烧了无数的兵营和民居 就连有着深厚文化历史的 袁明元也被复制一句 可是 你们认为那是犯罪吗 当然不是 那不是犯罪 那是国家利益 为什么呢 因为任何一部法律 都是国家意志的查 任何法律真正维护的 都是自己国家的至高利益 我的解释您认同吗 虽然 阁下的解释听上去不够 不够专业 却道出了事物的本质所在 一场很有建设性的讨论 那我告辞了 谢谢 法官大人 刚才我们发表了那么多的意见 恐怕还没有涉及到正题呢 可我已经领回了您今天请我来的用意 请放心 正如刚才约翰逊先生所说的 我不会让曾经因国家利益而发生的暴力 受到我们自己法律的劫难 因为国家利益高于法律境上 我们可以联系一下 我们都要联系一下 我们看到有些什么 他是在敌人 相对对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有些什么 我们可以做的 我们可以做的 忍补 我们可以做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果然不出所料 这封信解开了所有谜底 尽管谋杀的事实不可否认 但我还是不忍心 就这么眼睁睁地把楚三姑送上断头台 可事实毕竟是事实 难道我们 离开庭只有三天了 只有三天了 老大 今天这些大报小报的记者显得非常兴奋 别小瞧了这些小报记者的作用 这回我们就利用他们 猎奇和揭秘的心态 让他们想难什么都难 方哥 有把握吗 嗯 那你 那也要试试 是不是 杨丁大来了 杨以ая来了 瘤之 iron 杨侦探 请问大侦探 今天杨侦探 说说吧 您能说两句吗 请问杨先生 有传言说本体凶杀案 是由多名案犯合伙作案 可听说今天被审判的 却只有一位凶手 作为本案侦探 您能给我们一个解释吗 请问大侦探 本案是一起 由华人谋杀洋人的 特殊行案 你作为一个中国人 会有个人的情感因素吗 我只是 代表寻补方 出庭作证的证人 我的责任 就是在提上 陈述事实的真相 其他的答案 都不应该由我 来向公众发布 那你认为应该由谁 来给公众一个 权威性的发布呢 你们看 张探长来了 他是保案的负责人 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他 张探长来了 张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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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跟我说说吧 您跟我说说 还请吧 张探长 张探长 有传言说本 是啊 我们都会吵架啊 张探长 您跟我们说两句吧 您收说吧 他说今天被审判的 就只有一位审判 张探长 作为探长 您能给我们一个 合理的解释吗 对呀 给我们个解释吧 张探长 您说几句吧 您能说一说吗 是 杨大侦探 恭喜你又侦破答案了 谢谢弗兰克先生 原来弗兰克先生 是左撇子 我还以为 中国人才有左撇子 现在看来 左撇子 也不是完全取决于 种族肤色的 我本来安安心心地躺在医院里养伤 我本来安安心心地躺在医院里养伤 听说阁下坚持要我来旁听今天的庭审 阁下不会给我暗设陷阱吧 我只是觉得你经过了一场生死 如果今天缺席的话 会是一个遗憾 那么我还得感谢你了 不必客气 这真是太过分了 这真是太过分了 他们怎么可以杀了艾德火呢 他们怎么可以杀了艾德火呢 我亲亲的 我亲亲的 我是非常好的 现在 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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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我不能杀了 我 我不能杀了 你 这个 你 证人袭来宣誓 我宣誓 我对我的证词 承担所有的法律责任 好 下面 请你向法庭如实陈述案情 法官大人 裴审大人 请允许我对此案情 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本月二十五日凌晨 在霞飞路八十九号公馆 发生了一起谋杀案 死者是 英国远东贸易董事 兼公共租界董事局董事 六十一岁的爱德华伯爵 真是太可惜了 速进 请大家速进 杨先生请继续 我和我的助手在早上六点 收到寻补房的通知 赶到了现场 现场出情如下 第一 案发地点 爱德华先生的卧室 第二 现场勘察 死者左胸 插有五寸长戒刀 深入体内三寸 显然这个深度 可以刺破心脏 一招致命 第三 死者尸体附近 有一把博朗名手枪 但枪堂里没有子弹 招片显示 死者曾经面对过凶手 并且开过枪 但是枪堂里并没有子弹 所以六十一岁的老人 还没有来得及反应的时候 就被凶手用尖刀 刺破了心脏 瞬间死亡 将凶手随时万段 随时万段 速进 都速进 请坐下 法官大人 我还要补充一点 死者卧室 还挂有他的肖像 这种肖像 很少会有人经常移动的 但是我们发现 这幅画 有被人移动过的痕迹 这和谋杀 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吗 请法官大人容许我 以后再回答这个问题 那你继续吧 很多人看见这一幕 第一反应就是 究竟是谁会谋杀一个 受尊敬的伯爵老人 但是我的第一个疑点就是 凶手究竟是如何完成谋杀的 这个疑问带出另外一个疑问 就是究竟是公馆内部人作案 还是有人趁风雨雷电潜入作案 根据调查 公馆有七人留宿 除了三位男性保镖 还有一位女性佣人 在卧室睡觉之外 另外还有 死者的义子 牧师弗兰西斯 据他所说 当时他在卧室里面读圣经 另外 另外还有死者的侄子 弗兰克先生 和他的情人 一名兰妮小姐 在房间的床上 在做什么 我就不都说了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根据案发时间 和公馆内部人员证词的相互印证 公馆内部人员的嫌疑 都可以排除 你说排除了内部 所有成员的嫌疑 也包括今天接受审判的 这位真名叫 楚三姑的被告吗 当然 没有事实和证据证明 他可以参与谋杀 不是他 那会是谁啊 是 那会是谁啊 就是啊 是谁啊 杨先生 杨先生 照你所说 如果你面前这位被告 不是谋杀爱德华的凶手 那么谁是凶手 法官大人 被告自己向寻补房自首 说自己谋杀了爱德华先生 完全是出于 他是亲姐姐的大意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挽救自己的弟弟 其实本案真正的凶手 是楚元康 你刚才可是做过宣誓的 对 我对自己的证词 负全部的法律责任 你否认被告是凶手 而指控被告的弟弟楚元康 才是真凶 那么请你出示证据 在我出示证据之前 我想请一个人来上帝作证 你想让谁来作证 就是弗兰克先生 我想请弗兰克先生 上帝作证 不 我是被害人 不是凶手 我有权拒绝为你作证 法官大人 根据租借的法律条文 如果允许一个知情人士 保持揭末的话 我就放弃这一句 他说的是合理的 弗兰克先生 按照租借的法律条文 您有义务出庭作证 不过我想提醒杨先生一句 弗兰克先生 有权拒绝一切与本案 无关的问题 完全明白 弗兰克先生 请你到证人席来 我发誓 我在法庭上所陈述的一切 全部属实 杨先生 那么你究竟 想让弗兰克先生证明什么呢 活想起弗兰克先生在庭上 为自己做一个不在场的证明 什么意思 难道你在法庭障害 怀疑是我杀了自己的叔叔 我用得着向法庭 做不在场证明吗 真是太荒谬了 这个中国人别有用心 这简直是对因果自觉的侮辱 是 促进 促进 我提醒各位 要是再这么大声喧哗扰乱庭审 法庭就下令清场 难道我的语言表达有问题吗 法官大人 请允许我重申一下我的问题 弗兰克先生 案发的时候 就是你听到锦铭想起的时候 你在干什么 你明知故问 这并不是与本案无关的问题 你要是羞于其耻 也可以用英语回答 我相信旁听席上的很多听众 是听不懂英语的 这有什么羞于其耻的 我不怕让全世界 都听清楚我的话 我当时正在和那个女人做爱 哪一个女人 她在场吗 可以指认出来吗 我请求法官大人 允许我拒绝回答这样的私密问题 法官大人 请驳回她的请求 因为这个问题 是直接关系到 谁是凶手的问题 弗兰克先生 我不得不驳回你的请求 请你当庭回答 这个女人就是被告楚三姑 我曾经和她有过一段 美好的时光 请法庭 将弗兰克先生的证词 记录在那儿 这下子 今天在玩什么花样 弗兰克先生 锦铃想起的时候 你是第一个赶到现场的 对吗 是的 我是第一个赶到那儿的 那你看到什么了 我看到凶手正跳窗逃离现场 然后你做了什么呢 我 阿坤 先生 强声是从哪儿来的 好像是爱德华先生的房间 快走 走 走 我打中他了 快 快 走 快 法官大人 根据弗兰克先生的证词 证明了两个事实 第一 就是当时弗兰克先生 是跟楚三姑在一起的 所以他没有作案的时间 第二 就是弗兰克先生看见了凶手 也证明了我刚才说 是外人潜入作案的这个推断 是合乎事实的 我还有证据证明这一点 这把左轮手枪是属于弗兰克先生的 还有这个弹头 是从这把左轮手枪里射出来的 这两点可以证明弗兰克先生所说的 是合乎事实而已 我可以下去了吗 弗兰克先生 我还有一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 还有什么 我想请教一下 这位医学博士弗兰克先生 人的心脏究竟是在左边还是右边 真是 当然是 我想提醒杨先生 你在法庭上提如此儿戏的问题 有蔑视法庭之嫌 弗兰克先生 有权拒绝回答你的问题 对不起 法国大人 那我就问另外一个问题 据弗兰克先生所说 案发的时候 当他听到锦铃响 他第一个赶到现场 他看见了凶手逃离现场 而且也看见 身中尖刀的叔父躺在地上 按常理 一个懂得医术的侄子 应该是第一时间 去抢救他的叔父 但是他没有停步 却去追那个凶手 这是不是不合情理呢 我早就已经对你做过解释 我希望弗兰克先生在亭上 再解释一次 这跟谋杀毫无关系 这当然有关系 我是个医生 我知道那种情况下 还有没有抢救的希望 而我也对你说过 那刀是刺在我叔父的左胸的 甘是吗 不 叔父 我不得不为您感到骄傲 为我从一名出色的皇家海军军官 改行成了一名商人兼慈善家吗 不 为您属于人类百分之零点零五的 极特利人群 难道你的X射线 发现我怀有身孕了 不是 叔父您自己看吧 上帝啊 原来我的心脏长在右边 这个中国老 是在引诱我掉进他的陷阱里 我不能上当 对于弗兰克先生的解释 我可不可以这样去理解 就是当你听到锦铃响的时候 你第一个赶到现场 你看见凶手逃离现场 但是你也看见你的叔父 身中尖刀 而且深深地扎在他的左胸 你知道人的心脏是在左胸 而不是在右胸 所以你可以准确地判断 他那时候已经没救了 甚至在你到来之前 就已经死了 弗兰克先生没有回答 是不是因为医学上面 有一些特殊的疙瘩 如果有的话请你再听上 这是个愚蠢的问题 谁不知道人类的心脏 都是长在左胸 这是毫无疑问的 法官大人 我相信医学博士弗兰克先生 所说的话 是毋庸置疑的 是毋庸置疑的 几方兄 这是我们刚刚找到的 你先看看 这是什么呀 这鸟医我也看不懂啊 这是爱德华伯爵的 X射线体检报告 有意思的是 我们是在弗兰克的卧室里面 找到的 这说明他早就知道 爱德华先生的心脏 是长在右边 换言之 他说当时他断定 爱德华先生已经死亡 所以没有停下来 而是去追拿凶手 这说法完全是谎言 反正是在作为争讨 请允许我对此案 做一个解决 这家伙简直就是在玩火 案发当晚 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 在案发地 霞飞路八十九号门口 发生了一场斗翁 是你不让我解决之吗 是你不让我解决之吗 不 干什么 把他打下来 这场斗翁 并没有什么意义 但却给了黄包车车夫 一个潜入的时机 黄包车车夫 趁着门口的人扭打成一团 便潜入了公馆 潜入公馆之后 他一直在等待 直到凌晨三点左右 他等到了机会 当时阿芬 从房间出来回到自己房间 而爱德华先生 也上床睡觉了 所以凶手便有了可趁之机 当时房间的灯已经熄灭 凶手就趁着爱德华先生睡觉 潜入房中 凶手潜入之后 他的目的不是谋杀 而是另有所图 所以他没有趁这个机会下手 而是在寻找一件东西 突然一个雷电 惊醒了爱德华先生 爱德华先生发现了楚元康 他拿出他的手枪 和楚元康形成了对峙 告诉我你到底是谁 站那儿别动 我不想杀人 如果你非要找死的话 我可以成全你 投降万年情人 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我是来宣判你死刑的 那我就让你先去死 你 你 你 我打中他了 快快 然而弗兰克先生 拿手术刀的手 不擅长玩枪 那一枪没有打中凶手 而是打在一扇门上面 所以凶手 就可以成功逃脱了 看来这小子 为了一个交际化 才自会前程 这是人道真是难道 梁金帮先生 你刚才所做的陈述和寻补房 提供的案情调查报告 有很大的出入 在下所说的是事实 还有这把刀为证 这刀口上面留下了楚元康的指纹 而指纹的证据里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行政案例中 都是最有力的证据 按你所说 本爱的凶手只是一个贪婪的黄包车夫 可这里有一个巨大的漏洞 我知道法官大人所说的漏洞 就是有人事先卸掉了枪里的子弹 所以认定凶手是有同谋的 并且认定可以偷走爱德华手枪里子弹的人 就是常常出入公馆的被告 对 这一点你必须做出合理的解释 否则你之前所有的陈述 都将令人无法信服 法官大人 子弹并非被告偷走的 那会是谁 就是爱德华先生的义子 弗莱斯斯先生 你有什么证据吗 这些子弹就是弗莱斯斯先生 在案发之后主动交给巡部房 根据口径和数字 跟爱德华先生的手枪完全相符 现在已经知道 弗莱斯斯和作案人的关系 即便是弗莱斯斯取走了子弹 其目的也是为楚元康的谋杀行动 扫清障碍 弗莱斯斯也属同案犯 弗莱斯斯先生偷走子弹 是另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 他担心他的义父会用手枪自杀 这怎么可能是啊 这怎么可能是自杀 这不可能吧